西港国中参加20014年零霄店 上天全地的杯全国神将记忆大赛 荣获中学组创意中小型神将第一名 公开神将综合记忆擂台赛第二名 台南市第五次全市联合院讨会 在西港国庄表演政策西港合庭作为开场 来市场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参加这场年度的运动生会 也鼓励大家永生继续的运动习惯 保持身心健康到娃力 当时也希望大家与运动交朋友比赛的成绩固然中心 但是运动家的精神不利用更加重要 经由公平的竞争 无论顺利得到优移更加可贵 我们这次第五次县市合并之后举办的联合运动大会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以运动会友 成绩当然非常重要 我们平时训练 最后参与比赛 当然希望能够拥有最好的成绩 但是在比赛之余 运动家的精神的培养 尤其是友谊的建立 我认为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和气气的 成为一家人 成为好朋友 我们第二个目标 是有更大的企图心 是因为县市合并之后 过去台南县跟台南市 数十年来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习惯 但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亲 彼此可以攜手合作 不分你我 当然不会言 这样的目标 需要非常久的时间 但是不管多久 我们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迈进 市民朋友不会用运动的习惯 不只对国人的心心健康有帮助 透过运动会赛事的交流 也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有相同的相处 更加密切 虽然台南是文化孤独 月市长也希望 向台南市 只做一个 充满活力的生市 展现另外一种 不同的风貌 台南市每一个市民 都应该要有运动的习惯 原因是因为 虽然台南是台湾第一个城市 是一个文化的古都 可是我们也希望 台南市是一个活力的 新的台南 大家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 也当做是 自己平时的锻炼身体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如果经由我们办了全市的联合运动大会 不仅仅提供一个平台 让市民可以来这个平台里面 大家互相较量 互相培养感情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外 也可以把这样的精神推广到平常我们的社区 让每一个人也都能够了解运动的重要性 运动 可以降低压力 运动 也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更有活力 可以让我们更健康 古板专期运动大会 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每一个市民都可以练过运动 典型自身 并且保佑健康的身体 带动运动风气 蓬勃发电 搭着有竞争力的大台南 当时就由带有赛事的古板 来练习37库的优优 日记党希望为基站运动 定金做起 带动专体市民的团结力量